3月29日下午1点10分,山西省沁源县王桃乡发生一起森林火灾。 根据当日18时卫星摇杆像素监测,火场面积达28.6平方公里。 3月30日凌晨5时左右,中新网记者到达王桃乡政府所在地, 看到烟雾笼罩着街道和不远处的群山,伴随着一股刺鼻的味道, 记者向着南面的群山行进,烟雾愈浓。 黄土坡沙岩防火遼望塔,位于王桃乡与葱子玉乡交界处的一个制高点。 5时40分左右,记者登上遼望塔的三层平台, 发现遼望塔的北面与东面约一公里处均有明火, 浓烟将山顶与天空隔开,绵延数公里。 此时,大风把遼望塔栏杆上的小旗吹得完全展开。 昨天下午,1点左右,或者北边有某些小, 1点40来红中,在山头上就有了霍苗了。 昨天的红色特别大,大概两点多的时候, 霍苗就传到里边了。 以前我就一直满眼,我一直满眼,我这个东南发现满眼。 霍苗传出来的时候,最高又是十分高。 那些红色特别大嘛,让人就跟我们就不敢过去。 发现火情后,郭学强立即向冲子玉乡政府汇报。 记者到达时,郭学强正在瞭望火情。 他已接到命令,如果风向改变, 山火朝着他所在的瞭望塔蔓延,就应迅速撤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